不过如果想要出国旅游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旅游交流恐怕还要再等等了 国内的疫情趋缓 花莲县政府已经在推动花莲到韩国的复航机会 11号就邀请到了韩国伊斯大航空的台湾代理商考察县内多处知名景点 提前为新的旅游规划来铺路 不过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就说了 目前还没有考虑要解除国外旅游的禁令 也因此花莲韩国两地的持航恐怕不会这么快就可以复飞 国内疫情趋缓 花莲县府11号迎来彩线团 邀请韩国伊斯大航空台湾代理旅行社到花莲进行四天三夜的参访行程 提前为新的旅游规划铺路 现在疫情比较舒缓的情形之下 那为了不久之后的复航 那我们想说先带他们来我们花莲来做一个资源的了解 花莲县府说准备好了 只要中央一下令解禁旅游限制就能复航 不过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赶快跳出来喊再等等 坦白讲这旅游国外的旅游在目前来讲还没有列到我们的考虑之内 那业者要做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可以提前来做一些规划 指挥官陈时中话讲得很清楚 目前开放国外旅游限制还不到时候 看来想出国旅游的民众恐怕还没这么快成型了 记者陈静夜花莲报导